我反对境外势力介入台湾的选举 台湾是一个民主自由自得的国家 我们要有信心要保护 绝对不宜起这样一个条件 今天我们也看到在选举的过程当中 很多人被反视都罚办了 你出去大陆旅游 回来你就办 今天有时候看到这个事情 我都希望司法勿忘勿重 不要成为政治的工具 你如果正規充分办没人会讲 但是我有时候想着说 你那边去吃两斤饭 去不招去办 赵天宁去青中 他没事情 他还在国防委员会 我还说实在 哪里星德先生 他也2017年 你有去台湾 你有去往落地招待吗 你当出国的时候 民政党多少个民理代表 送鸡送鸡 会送车 去那里乘 现在你这两号标准 今天 我特别借这个机会 问 哪里主席 你怎么走下去 南美国说 无知其台独 少年美国 中南级协者说 冻结台独党党 你怎么要跟美国 的立场 是一样 还是不一样 你总是要说嘛 你是台独的务实工作者 重量少知嘛 所以 今天这个问题 是尖压所 刚刚柯主席讲的 维持现状 这个现状 不是现在民进 都这些现状 这是两岸 即将濒临 战争的现状 这个现状要靠国民党 稳定两岸极数 让亲美 合中 这会儿的改革 台湾自主 两岸和平 这是我们 处理两岸关系的 基本原则 台湾自主 意思就是说 我们还是要 足够的防卫力量 也不能把整个国家的前途 寄托在别人的善意 所以这种 国家机密泄露 的确是大问题 大概分三个问题来解决 第一 这刑则实在太轻了 我看看 最近这几年 我们这种 军事泄密案 平均判刑一年半 我美国家是19年 我们是一年半 这哪一门子的法律 所以第一点 一定要加重 泄露国家机密罪的刑法 这一定要先有 第二点 内部管理还是要进步 我看看国防部 连那个四针飞弹的弹筒 都会流到黑道 这表示 这一夜之秋 表示说奇怪 你们这管理要管什么 目前中共对台湾的渗透 当然分几个层面 靠亲戚关系 朋友关系 还有那个直接犯罪集团来勾引 甚至还有网路的 这些其实都要有很好的内部管理 SOP 比方说 吃饭有没有管制 不该吃的饭不要乱吃 这种内部管理还是要做 其实这个就是纪律 我也认为我们目前 整个国家纪律太差 特别是公务员跟军人 这是代表国家的干部 所以 刑法一定要加重 公务员跟军人 处罚要更加重 然后应该有建立一个内部管理 另外一个我们要特别注意的 资安 资安没有你们想象说 我一定是骇客进来 我今年年初的时候去美国 有去那个美国的电脑大厂去看过 他说乌克兰不是没有被攻击 乌克兰是很厉害的这种 骇客在进来 但是他说 防止资安其实更重要的 不是防骇客 是SOP要做好 ID password更新有没有做好 所以这种基本的管理要做 中国在台湾 每一次的重大选举都会介入 这一次是最严重的 固然我们发现 大概有近20件国军 那么跟中国这边唱和 出卖国家的利益 但是我们也要肯定 有更多的现役国军 或是退役将领 是婉拒了中国的威胁利用 我们也应该给他们肯定 那中国的戒选 从郭台铭的参选 那么从ECFA的宣布 还有从农产品 各方面其实都可以看得出来 今天如果 侯友谊市场真的反对 中国借助这场选举 那为什么夏立元要到中国去呢 那为什么夏立元到中国去之后 隔天就马上发布 对台湾的这一个 采取的这个经济的措施呢 如果你真的反对的话 那为什么中国所有的戒选 支持的目标通通都是你呢 我想这个道理非常清楚嘛 那我认为要解决这一个国军的这个 或是台湾社会 被中国吸收的这种问题 我觉得第一点 我们一定要防围杜鉴 也就是保防教育要做 那同时呢 我们也应该要进行国家认同 让国人愿意团结守护这个国家 第二个呢 就是说 当然要从法律的层面入手 因为我看每一个案子 大概都会透过中间人 就是退役的将领 或者是现役的这个官兵 有个中间人 那我们怎么样呢 立一个法 来这个杜绝中间人 发挥穿针引线的这个效果 因为被吸收的人 一开始没有认为那么严重 这个就是未来我们要去做的